母豬母豬夜里哭哭 到底母豬叫是什么 台湾的男女大战发生了什么事 YouTube频道启示与说书人 常以幽默的风格解析时事与新闻 这次说明母豬母豬夜里哭哭 还有PTT上风靡一时的母豬叫 原始起源于男女权之间的战争 犀利一提搭配清晰解说超值得一看 战男女男女大战 大家最期待的 母豬叫其实是一个被女性相名称为 一个仇女的文化 而母豬只是指男女之间关系中 性生活混乱行为偏差的女性 还有一个词叫做台女不意外 这个词意思就是指台湾女生不意外 又公主病了这样子 带有这些性别刻板印象的言论 常常在PTT的发文讨论区 以及推文中出现 从2015年开始有一定名气的相名 OBOV 她在PTT上面中文的昵称新改为 干铃娘母豬滚拉干 跟母豬母豬夜里哭哭 而有一天一位自称公主的女性相名 每天就在南版发表日记文章 描述自己罹患忧郁症需要治疗 也因此想嫁给某位体贴温柔的医生 之后这名女性在自己的日记文章中 感性的表示自己已经留下感人的泪水 这个时候OBOV则在下面推文表示 母豬母豬夜里哭哭 所以之后OBOV立刻被愤怒的女性相名检举 然后她就被水桶禁止发表跟回复任何贴文 这件事件就变得有点像是导火线的开始 这样子 之后OBOV只要见到女性相名的发文 他都会在推文里面提到母豬母豬夜里哭哭 然后因此来泄愤 也意外的成为了母豬教的起源 在同年一系列的爆料劈腿事件发生 慢慢的许多的相名认为说 OBOV他非常的中肯 然后也一堆的奇葩发言跟推文风格 开始广泛的受到相名的关注跟讨论 慢慢的他就在PTT上面变得更红了 就他不是乱骂一通 他是有逻辑的 之后更有网友开始趁机起哄 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母豬教 将教义核心定为干领的让母豬滚 还有母豬母豬夜里哭哭 而最早被提出母豬这一词的相名OBOV 则被封为母豬教的教主 之后更有网友 网友把部落冲突的广告就是 母豬起誓 母豬起誓 由于像是西斯版男女版男版这类的性别讨论版 已经长期交流已经建立了女性相关的特定形象 这也让母豬的说法在男性相名之间造成了非常大的情感共鸣 虽然这种气氛氛围一开始都是带着开玩笑的含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网络社群仇女的立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男生开始想加入母豬教 之后也衍生出了像是公主病 然后啪啪池 女全自助餐等这类的词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啪啪池 啪啪池就是舔羊鸟 国外的香肠特别好吃 对就是啪啪池 很快的也因为八卦版丑女的风气 让母豬教成为八卦丸丑女的代名词 而同时也有部分的女性使用者开始对于OBOV感到相当不满 那之后OBOV就在台女驾到日本好像都不幸福了 这篇文章就引起了男女大战 对他认为女性的外在条件越好 身边充斥的工具人就越多 而因此产生了自己条件真的很好的错觉 直接批评了这些年薪100万的女性 自以为能够结识到年薪300万的对象 但是实际上有能力的男性根本就看不上这些已经上了年纪的女性 同时还直接批评这些没有结婚 没有生小孩的女性将成为未来的社会问题 在未来我们必须要抚养这些老人 直接呛台湾到时候以母猪岛的名号传遍东南亚 很呛 对直接站立满点 后来这篇文章内容因为被丑女遭到检举 随后版主也判断这一个文章带有侮辱跟骑士引战等嫌疑 被八卦版的版主觉得说 个人认为引战等待其他版主意见 最终的判决人士禁止发表文章为期6个月的水桶 在OBOV确定遭到版主的禁止发言处分之后 女性湘民开始庆祝表示说 撒花就是庆祝 我们赢了 他终于被捅了 所以就男生战败了 男生输了 但是随后自称信奉母猪教的湘民 认为说女版的庆祝气氛 是一种对男性的挑衅跟嘲讽 居然敢这样子嘲讽我们伟大的教主 太可恶了 所以当天晚上开始在女版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大量发表文章跟回应 这类型的反击文章一瞬间增加到500多篇 其中的内容包括批评还有挑衅 以及侮辱女性的一些词汇 还有故意去违反女版的版规 还有发表一行文 就是去洗 让你的版面就是伺服器运作不过来这样子 对于OBOV的支持者大量发表跟回应文章 原先女版的网友就回呛说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洗母猪文的文章吗 但是因为短时间的大量洗文章很快的导致 这个女版直接丧失了正常讨论的功能 为了避免影响往后的气氛 女版的版主最后决定把版面的设定更改为影版 让版面在七天内不会出现在各个讨论区中 但是这种限缩言论自由的手段 在民主的圣地PTT论坛上是严禁的 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感到非常的敏感的 对,所以在这个决定之后 反而遭到其他相应的批评 版主之后改成禁版 并且关闭发表文章权限 之后这些事件才逐步平息 就是都没有讨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子 没有人继续讨论才慢慢的就平息掉 最后这场男女大战的战争结果就是 不给你吵啦,没有办法留言啦,吃瓜的群众就慢慢的这样散去 真的是男女大战 但是都是偏向于乌鲁腾上面居多 不太像韩国的男性会有那种实际上的作为 就是我就真的去检举你电视公司 我就真的去检举你怎样 但是你这样子看下来 你会觉得说台湾的男女大战跟日韩比起来好像小巫见大巫 对啊,没错 就是各位观众你们如果没有看过日韩男女大战的影片 你可以去看这两期影片在下方的说明处 那各位观众你们还知道男女大战有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qu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